今天这期视频来分享一下怎样一键换脸 AI你自己 可以AI图片 也可以AI视频 这里介绍的是两个小瓜式的一键操作 不需要精力复杂单装部署 然后也不用专门训练一个Laura模型 这两个项目分别是insight face swap和roop insight face swap是一个discord的应用 可以直接在discord里面使用 roop本来是github里面的一个项目 可以本地安装 也可以装到sable diffusion里面使用 但今天只介绍别人已经在replicate里面部署好的应用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上手使用 首先来介绍一下怎样在discord里面使用insight face swap换脸 切换到discord在界面的左侧往下滑有一个加号 点击添加服务器 我们新创建一个服务器 后面会在这个新的服务器里面来使用换脸的app 选择供我和我的朋友使用 因为毕竟涉及到个人照片的使用 可能会有隐私的问题 然后给新服务器命名 假设就叫face swap 上传一张照片作为这个新服务器的icon 这张效果还不错就放它 点击创建 新的服务器创建好以后 我们需要把insight face swap就是这个换脸的机器人 拉到服务器里面来 我会放一个链接到介绍里 大家点开那个链接就可以把换脸的机器人添加到自己的discord 打开链接会出现一个外部应用程序 接入到discord的界面 在下面有一个添加服务器的选项 我有三个服务器 刚刚创建的是face swap 那这里选择face swap 然后继续 这里要给它一些授权 确认一下你是人类 OK这个时候insight face swap已经添加到你的服务器里了 我们切换回discord里面看一下 在face swap这个服务器下面 可以看到insight face swap已经在你的通用频道里了 app加进来以后你可以在设置里面对它的权限进行管理 在face swap下面有一个服务器设置 左侧菜单栏有一个身份组 点开身份组你可以看到我刚刚加进来的insight face swap这个app 点击这个app然后选择这里的权限 你可以看到这个app可以使用的各项权限 我们允许它添加附件 允许它发送文字消息 等等 一般来说添加到服务器的时候默认允许的权限就已经足够使用了 我这里额外补充一下可以在哪里修改它的权限 如果默认的有错误可以回到这里来修改它 现在我们回到频道里看看具体怎么使用这个换脸机器人来换脸 首先在这个app里 让它保存我们想要替换的人脸照片信息 需要用到一个命令叫save id 在这个地方添加你想要替换的照片信息 你可以上传你自己的上传你朋友的上传你想要替换的任何人的信息 假如这里我先选拢any的照片 同时要定买一下这张照片的id name 这里也叫他安妮好了 save id就有两个操作上传照片然后定义id name save id命令发送以后很快app就会回复你一条消息 告诉你any已经创建好了 那现在就使用一下刚刚创建的这个any 看看怎么用它来换脸 继续上传一张照片 我后台选择一张蒙娜丽莎的照片 这个比较经典 我们看看能不能把蒙娜丽莎的脸换成any的 照片相传以后右键会出来一个app的选项 点击这里的insightswap ok它这个时候就把蒙娜丽莎的脸换成了你之前保存的any 这个是直接使用insightswap来切换任意一张照片的脸 其实你可以把metajony拉到服务器里面来一起使用 这样子metajony生成的图片可以指定人脸通过一键换脸的方式 这样就不用就不需要经历很复杂的电图的过程你知道吗 回到个人私信里面找一下metajony机器人 找到metajony以后你去这个上面 点击一下他的id把它添加到服务器 添加到服务器下面有一个选择服务器 选择faceswap然后继续 ok然后我给他授权 这里还要确认一下你是不是人类 嗯还要图片确认 确认成功以后我们切换回到discord 嗯就是这个服务器 你可以看到metajony也进来了 现在两个app都在你的服务器里了 现在让metajony去生成一张图片 输入imagine指令 然后再输入prompt 让metajony去生成照片 图片生成以后我们需要放大其中的某一张照片 然后再进行人物的交换 因为这个图里面有四个人 他是一个grid 我得放大某一张图片 然后再进行人脸的交换 拿这张照片举例 已经放大好了 现在想把他的脸替换成目标人物any的脸 同样右键app 还是用insightswap这个应用去换脸 这个时候图片的脸就换成了 我们一开始定义的any的脸 可以回去看一下any的照片 两者还是很接近的 就这是我们的目标any 这是人物换完以后的图片 刚刚操作的是在insightface swap里面 保存了any的人脸信息 就是他 就是这个any 那如果说我现在想帮另一个betty去swap人脸 那怎么切换呢 所以这里补充介绍一下 同样还是用saveid这个命令 上传betty的照片 给他命名betty enter以后app很快就回复已经创建好了betty的id 而且这个app当前锁定的人物就是betty 我们继续尝试用一下betty去换脸还是用这张圆图 然后右键app insideswap ok 现在就把这张图片里的脸换成了betty 然后insightface swap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命令 先看一下list id 这条命令是用来查看insightswap这个应用里面保存了哪些人物 那你现在可以看到id list里面有any有betty 这些都是我们刚刚创建的 当前锁定的人物是betty 也就是我第二次上传的照片 如果说我们想把人物从betty切换回到any怎么做 那还有一个命令叫setid 当前人物是betty 我们把人物从betty切换回到any 就setany 发送这个命令 它会告诉你说当前锁定的人物已经变成了any 那现在打开list id再看一下 命令发送以后你可以看到current name已经从之前的betty换成了any 还有一些其他的命令啊 delete id swap id 这些你都可以在研究研究 最基础的就是我上面介绍的那些 然后insightface swap在使用的时候有一些限制 它每天限量使用50次 再多叫升级收费了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每天50次已经勾用了 以上就是在discord里面使用insightface swap的相关介绍 它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搭配me and johnny一起使用也很方便 你可以上传你自己的照片去给自己拍写真 你想拍什么样的风格就能画什么样的风格 现在我们关掉discord来看另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叫roop 它其实是github里面的一个开源项目 然后这个作者开源了两个版本的 一个可以直接安装到本地机器上使用的 另一个要安装到stable diffusion里面配合画图一起使用 但是今天不介绍本地部署 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一键使用的方案 因为已经有别人帮我们把它部署到了replicate上面 所以可以在replicate上面直接使用 不需要再经历复杂的本地安装过程 replicate的地址我会贴到介绍里 必须要首先登录replicate 然后才能使用roop 因为每次生成图片都会占用replicate的算力资源 replicate会给每个新账户赠送一定的credit 当你的credit用完以后 它会要求你升级收费 但我其实试过 我大概用replicate换了七八十张照片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跟我收过费 所以它还是很大方的 打开以后它的界面很简洁 首先你要input一张面部的照片 比如你想换你自己的脸 那这里就要上传一张你自己的照片 下面是target 就是你希望把你的脸换到什么目标上面去 那这个地方就上传你需要替换的目标图片 它这里不仅支持图片也支持视频 它自己提供的例子就是视频 我其实自己试过视频 视频换脸会很慢 因为过程中需要很强大的算力 不讲这么多 我们直接看工具怎么用 还是跟之前一样 把目标的人脸 比如Annie上传上去 我们用它来替换一段视频吧 选择上传一段视频 这个视频是罗密欧与朱利叶里面的一个小片段 因为它只是个小实例 然后我replicate账户里面的credit也不多了 所以这个视频我只放了三秒 下面把enhanced phase勾选上 因为这样处理以后的像素会高一点 点击submit 这个时候就要花比较漫长的等待时间了 因为需要很多的算力 处理完以后看一下 这个时候视频里的人就已经变成Annie了 脸换过来了 视频的画质也有一定的增强 简单补充一下视频换脸的原理 如果你是在本地机器上跑的话 你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整个处理的过程 首先选择一张你要替换的人物照片 然后再选择一个视频 我这里的视频放的还是罗密欧与朱利叶的视频片段 我自己在本地电脑上跑的是一个9秒的视频 原始视频上传以后 就可以让roop来处理换脸了 在换脸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到项目里临时生成了一个TEMP的文件夹 在这个TEMP文件夹里 你可以看到roop把9秒的视频切割成了270张照片 然后对每一张照片进行人脸识别 人脸替换 同时提升图片的像素 最后再重新拼接成一个视频 就相当于逐真逐张的去替换人脸 这个就是替换完人脸以后又重新合成的output视频 这个视频里的女主角脸已经全部换掉了 然后视频的质量也做了一定的增强和修复 画质比原视频好多了 我估计很多4K修复电影就是这么来的吧 但是这个过程真的需要花费很多的算力 如果有一天解决了算力的问题成本涨下来 估计这个技术就能够普遍的使用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 谢谢大家